今日的AT个股推介建议大家留意华润电力836 选择原因是华润电力将在这个星期四举行董事会 考虑派发特别股息事宜 有望将预测股息率推高 公司传统火电业务预料将会持续改善 可再生能源发电业务成为新的增长引擎 润电股值相对纪录平均值吸引 有收服的空间 业务上火电销售业务占润电上半年收入大约67.5% 上半年收入已经见回稳 按年增长0.9%至347亿 而用电量和经济关系密切 加上中国经济数据自8月份占出现好转的曙光 有在润电火电业务复数加快 为润电提供持续增加排息的能力 燃料成本下降 成为润电的火电业务改善的另一个关键 交银国际早前发表报告预期 润电全年单位燃料成本会减大约9% 并认为容量电价 即是以火电装机的固定成本折旧作为补贴项目 以保障电力系统长期投资的容量充裕 对火力发电板块仍然利好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补偿火力发电项目利用小时不足的情况 综合由今年9月初以来 劝商给予润电的目标价 平均是21.74% 较润电上星期的收市价15.1% 高出44% 另外以上星期收市价计算 润电2023年预测视障率 只有0.81倍 较膨礴至2005年以来的记录平均值 0.91倍低 投资者可以追润润电的股价 回到15元买入 先上网16.5 只涉位可以定在14元 中文字幕提供